前法務部長邱泰三卸任後 被小英總統以對司法改革有功 招攬為總統府國安會首席諮詢委員 但蔡總統的這位重要幕僚 卻捲入官說案 成了名醫逃漏稅的幕後關鍵人物 涉案的這個春日號呢 檢察官也認為有暫時予以扣押的這個必要 時任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彭坤彥 被質疑受理一起名醫逃漏稅5億的陳情案 涉嫌不當指示檢察官與被告認罪協商 高檢署介入調查後 童坤彥爆出幕後藏鏡人 就是前法務部長邱泰三 不過他隨即也發出三點聲明 強調他是收受陳情 並非介入個案絕無官說 所作之事坦坦蕩蕩 早已主動向調查小組聯繫 表示願意接受並說明事件經過 而涉嫌逃漏稅的名醫身分也隨之曝了光 病人回中心 用周延的人性化考量 走入社區村里 關懷弱勢 推廣預防保健教育 立心醫院負責人張煥珍 不但是立心醫院院長 醫療版圖也橫跨海峽兩岸 參與不少國際醫療合作計畫 因而融獲台灣醫療典範獎 卻涉嫌利用人頭做假帳 逃漏稅高達5億元被起訴 稱了一屆醜聞 無論是陳情關心還是關說 曾是法務部長的邱泰三 捲入關說醜聞 已經造成司法公信令 蕩然無存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